丰收清晨甘露 耶稣说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路加福音九章六十节 一位传道人在进入服饰的工厂前 聘用他的牧师对他说 你开始要走全新的路 你开始要走全新的路 因此身份和角色将有所转变 一个传道人必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也是跟世界说再见的路 是分别为甚的道路 故此有些亲近的朋友 也许必须学习疏离了 听完了之后 他似乎带着怎么可能的疑惑 以及忧愁的心情回去 新约圣经中记载 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容我 先回去埋葬我的福情 耶稣回答说 任凭使人 埋葬他们的使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耶稣的回应令人不解 到底有多少人明白 以及体会耶稣呢 从犹太人的仗义文献 和石骨盒的考古发现 这个门徒来见耶稣的时候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 并被埋葬了 葬礼之后 家属开始为期 三十七天的哀悼期 这个门徒来见耶稣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哀悼期 他所讲的 回去安葬我的父亲 指的是一年之后的 简谷礼 当我们选择跟随耶稣时 人左孤右盼 那么我们的服事 将会在忧愁里 马太福音记载 另外一个少年 耶稣对他说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以去编卖 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 就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 舍弃是跟随主耶稣 很重要的决心 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 是禅业很多吗 是人情世故繁琐吗 主说 福着离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盼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立定心志 跟随主 并舍弃 身上的禅领 更别忘了定精耶稣 愿今天的分享 能帮助你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